您好 黎智英被捕已经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香港人连夜走上街头 凌晨两点钟 一点半钟就有人开始台队购买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在股市上的辉煌表现 更是令世界吃惊 成了现在苹果日报 也就是一传媒集团的股价的升值 已经破了香港股市的记录 除了香港人民的愤怒抗议以外 因为这种抗议不一定非要用游行示威来体现 它可以用任何方式来体现出来 仅仅是把苹果日报的股价抬升到这么高的高度 以及数十万香港人去买报纸 甚至有人形容全程都在买苹果日报 都在看苹果日报 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让中共当局淡寒 而美国副总统彭斯 直接了当地呼吁放人 相信美国政府在私下里 也对跟中共进行了严正的交涉 另外一个人们以为英国政府没有表面上发声 但是我知道英国的传统 他们倾向于现在私下的沟通 施加强大的压力 然后如果中共不买账 那么再进行公开的声援 这个呢 英国外交的这种传统呢 在过去王立军 也就是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 事件上得到充分体现 因为王立军 薄熙来的栽倒呢 都是因为栽倒在尼尔伍德这件事件 而尼尔伍德呢 英国政府呢 是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并且巨大的压力 迫使中共国家安全部 不得不查清楚尼尔伍德这个案件 所以才逼反了王立军 逼反了这个 这个薄熙来 导致这个 这个他们这一帮人都郎当入狱 导致中共的这一次失灭 我相信这个 英国不会弃这个黎智英等人 不管因为黎智英本人呢 既是英国公民 又是中华民国公民 所以说呢 他这个双重身份呢 当然应该获得英国政府 和台湾政府的这个 这个高度关注 而且呢 美国各界呢 也正在原谅 使家更大的压力 有可能导致 新一波的制裁 落到中共头上 所以在恐慌之余 再加上 英国在留下的 强大的这个法律 这个法制传统 公平的这个法制传统 所以说呢 黎智英等人呢 即将获涉 据这个香港方面的信息呢 他的两个儿子 都已经办理了这个 取保候审的这种程序 已经走出了警署 回到家中 另外呢 一传媒的这个集团的 其他高层 正在办理这个护士手续 相信黎智英呢 不久呢 也将获得释放 因为36小时呢 是香港规定的 没有重大的 急迫的 就是比如说杀人啊 纵活啊 这一类的严重的犯罪 其他不至于对社会 构成极客的危险的 都可以获得这个取保候审 这个是美国制度 与中国的不一样 不 这是英国制度 英美制度与中国制度 完全不一样 我在中国呢 无所思入狱 这个每次能入狱呢 都是莫名其妙的 实际上像我这样的人 并没有对中共构成 什么直接的危害 我也没有重火业 没有杀人 没有任何危险的举动 不过是批评共产党政权 不过是企图建立 把民众组织起来 抵抗暴政而已 还有监狱里面的 其他那个很多人 特别是一些商人入狱以后 中共呢 不允许保释 常常的让他们请假荡产 因为在中国人的习惯呢 是强倒众人推 然后呢 落井下石呢 是中华文化的传统 所以你任何人入狱了 锒铛入狱了 马上你身边的那个公司里面 甚至连你的办公桌 都能给你搬走 所以很多那个入狱的公司老板 都跟我说 完了完了 一切都完了 说我们家 说他们家人全体跑到公司里 挡都挡不住 所有公司员工 把公司搬得干干净净 而且那些人都振振有识 说老板欠了我 这个老板欠了我 那个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呢 他的这个 在外面 人家欠他的钱 统统都不认账了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你只要被中共抓起来 那你就完蛋了 但是呢 这个香港呢 恰恰相反 英美制度呢 是给每个受到控告的人 以足够的时间 条件为自己辩护 也就是说 你这个取保后事以后呢 你可以充分地为自己辩护 你可以找律师 你可以自己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所以呢 英美呢 总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 而中国呢 总是能竭尽全力地践踏人权 随心随意地虐待受害者 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就是说黎智英呢 本来大家看到他被捕了以后 心情都很沉重 但是呢 没想到这个香港人的这个声援 和国际声援呢 能够使加足够的压力 导致呢 这些人呢 能够获舍 另外呢 还有呢 香港现在媒体上高度关注 关注周婷的命运 周婷已经成为香港的自由女神 据那个中共呢 在发布消息的时候呢 据说呢 他们在选择了 这个网络上所有的照片 最后选了一个周婷 最不好看的照片 来登载出来说 周婷 涉嫌分裂国家 遭到拘捕 周婷 年仅24岁 自从这个 雨伞运动以来 他就开始积极参与抗争 那时候他还不足18岁 这么一个英勇的少女 成为香港人的这个象征 一个抵抗 就是争取自由 抵抗暴政的一个象征 的确是令人感叹 所以呢 网络上一再都称赞赞美周婷 说他的这个灵魂美 说他长得美 其实呢 周婷呢 他是一种 他那种美呢 的确是来自灵魂 来自他的这个宗教信仰 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而且周婷呢 博学多才 他的英文非常流利 他的这个日语 也跟英文一样流利 他还会说广东话 也会说普通话 我有幸呢 曾经与他合影 照了几张照片 因为呢 去年的时候呢 我参加过那个 美国首都华盛顿 兰托斯基金会的颁奖典礼 那一年呢 兰托斯基金会呢 把这个他的这个人权奖呢 国际人权奖呢 颁给了两个人 第二个人呢 是拜登 第一个人是谁呢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第一个人就是排在 拜登 那个前面呢 是黄之锋 也就是说呢 在美国人看来呢 黄之锋 对于这个民族运动 做出的贡献 更大一些 更值得表彰 而那个周庆呢 跟这个罗冠聪呢 就代表黄之锋 去领奖 因为黄之锋的时候呢 已经受到 港共当局的指控 不能不许他离开香港 所以他们两个人 就飞往华盛顿 我一开始不知道 我们那一桌呢 靠近那个 拜登啊 佩洛西啊 他们这一干这个政要 后面的一张桌子呢 我发现有一个 有一个熟人 别人就跟我介绍了 说你看那个人旁边坐的 就是这个香港 这个雨伞运动的 女英雄周庆和罗冠聪 然后呢 等到这个 我就走过去向他们致敬 等到这个餐饮 进行到一定程度 这个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们聊了几句 然后呢 跟他们合影 因为呢 我当时心里面呢 既有钦佩 争战 同时呢 也感到有一点嫉妒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事反抗暴政 已经长达四十年之久 而且呢 被共产党关押了十六年 但我获得的声誉 却没有这个罗冠聪也罢 周庆也好 黄之风也罢 他们几乎都没有坐过牢 我获得的声誉 大概连他们的万分之一都没有 我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失落 小小的嫉妒 但是呢 我内心里还是充满着喜悦 就是喜悦感更强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香港的青少年 终于这个脱颖而出 承担起捍卫香港自由的责任 周庆被捕以后呢 我也一再的这个转发 或者写推文 向他表示一种崇高的敬意 现在网上呢 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位 这个民主斗士 孙力勇先生已经号召 大家呢 去签名 争取呢 梁志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其实呢 周庆跟黄之风呢 也有资格通获持殊荣 好 谢谢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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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钟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